当然我们非常的看重这位对手 这位对手 但是我们是相信人民的眼睛是全亮的 因为在一年前 我们用我们全体要拥抱希望 这个希望要改变的决心 已经把过去的 统治良60多年的政府已经换掉了 所以这一次的Boss Crew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人民拥护这个新希望的决心 尤其在这个509的一周年之际 是多么的强大 那么我们欢迎他的到来 和我们正面的这个展开 这个怎么讲 这个对决 这个交锋 最大的成就就是 管滩灿联中介滩死 在这个一周年之际 也提供了全民一个省市的空间 马来西亚到底要不要走回滩这个老路 还是坚定的捍卫连接政府 所以如果大家热爱国家 要确保政府继续连接施政 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票投给我们行动党 一起来捍卫连接政府 同时继续捍卫新的马来西亚 我们今天看到个报头条 显示总检查长已经表示 美国政府迄今 资金已经归还了13亿 3000万的这个一马账款 美国司法部呢在这个整个事件中 提出的是说大约有200亿的马币被倒走 那么目前呢也成功起回的 大概是十分之一还不到 那么我们还有90%的这个账款 需要人民的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支持新政府 继续讨回被偷走的这一句话 我们就应该用选票来表示 掌持人民的力量 向贪腐说不 向连接政府 提力挺连接政府 这个是有关国家和下一代指引的这个权益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新政府 换卫正义追为账款 谢谢 多加一点点